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个变2个中产榜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 就对了两个人做 因为这是一个大辩论 就是武统台湾大辩论 我们上次已经有一集节目讲过 所谓集六点 告台湾同胞输 里面也有讲过 其中一个坚持的原则 就是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其实解放军的鹰派将领 整天都会出来说 其实打台湾了 一个月搞定 由第一发飞弹射去台湾 一个月就可以搞定台湾 我某程度上觉得不错 因为一个月搞不定台湾 就一定搞不定 但是周显大师和我 对于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 或者观点上有些不同 我先给大师讲一下 因为要讲很多东西 习近平在说英派的问题 我觉得英派将军说话是有计划的 就是一个做黑面 一个做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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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话是不需要当真的 第二就是研究了习近平的习五 这个习六点 他那个演讲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向习近平在这几年 他们是比较修炼了 整个布局是比较修炼了 所以才是国民党是大胜 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再出来乱说话 为什么习近平出来乱说话呢 而据说 那些报道就是习近平 其实已经不停去骂那些人 以前那些人 帮倒忙 你越是硬正 那些人就越是 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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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有些压力测试 就是我不能够 总不能够任你们去说 任你们去搞 为了国民党赢 而他什么都不说 而他不重申这件事 就是我觉得他开始 趁赢赢的时候 他开始做一些压力测试 为什么赢赢呢 你现在觉得赢赢呢 好一点 好一点 对不对 我同意的 好一点 他开始做压力测试 让你习惯了 等于蕭若元说 叫追女儿的故事 他说你不停要跟女儿 跟她做一些 我会搞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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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真的搞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大 一个反应 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这个我上次都说过 我又觉得他不是说给同一人 是说给自己的 同样 但是我希望今天 那个焦点就是放弃 虽然都是指向投赢 就是说 究竟台湾 他会不会被武力统一 或者一个统一的机会有多大 这样说 你之前说 我其实不认为他武力统一 就是至少机会很低 但是 之前你跟我说这个题目的时候 是说军力问题 突然间会不会被武力统一 去说一个政治问题 那我们可以说军力问题 就是说军力问题 军力问题我不懂 但是我只知道军力问题 我只是说 因为政治问题也是军力问题 就是打不打 就是我不去说很细节的字 但是我只是说出一个观点 就是两个观点 第一就是我觉得 根据我读军力史的观察 那些傀儡政权全部都不能打 就是比你想象中虚弱很多 那些傀儡政权不知为什么 就是以前 以前朝鲜不是好打过南云浪很多 就是当年 就是说军事 那些傀儡政权 为什么打下去 大家都认为 就是南越和北越打 就是永远都是一些快乐政权 就是什么是没有那么打得的 就是没有受过那个 没有受过那个 没有受过那个 没有意识形态洗脑 那个意志比较薄 是的 就是他意志比较薄 就是我现在在说 这个都是台湾人普遍的共识 台湾人普遍的共识 我们也不是很想打 我打我 我就立刻收皮了 台湾不能打 但是中国打不打得呢 我就不敢包了 中国呢 因为他之前 就是他肯定是已经非常之不打得 但是不打得到什么地步 就是他被197 当年成月的时候 1978 1979年 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比那个年代 一定是非常之不打得的 但是问题不打得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这个就是有待探讨的 就是习近平 我想执不了多久 执不了多久 他都很想去打一下 他都不停派一些军队去 原来他们说 原来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中国是拼命派的 就是常常去索马里 塑造一些海盗 希望 又去非洲 搞一些维和任务 希望做多些事情 其实都是看着这些 看着脑子 没什么仗打 至少都紧张一下 对 有遥传说 有中国特种部队 去了敘利亚去教政府军作战 但是都是一些遥传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很努力地去派兵 因为实在是太久没有打过仗了 和美国是不同 这是一个最大的分别 太担负 整件事 但是问题就是 我只是说台湾不能打 另外还有一个军事上的问题 就是金门和马祖 金门和马祖如果打 人们经常觉得是一个平将 是立刻投降的 因为他们在美国是没有责任报防 金门和马祖 就是说整个台湾的法律地位 其实当初的时候 金门和马祖 当初的时候 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给日本 在革命战争之后 然后割让了之后 然后再四五年的时候就收回 蔣介石收回台湾的身份 不是用中国和日本收回台湾的身份 他是用盟军的占领军身份 就是说将日本分割了 他是盟军佔领军 因为未签和约 所以占领住你中华民国 占领住你台湾先 但是那时候 他是同时拥有了台湾和金门和马祖 当他被共产党打到那一刻的时候 他同时占领了四天左右 但问题是因为他签台北和约 和日本签了之后 他才去了什么 但是金门和马祖 其实在那一刻 是不属于那一部分 所以美国只能够保住 根据法律 他只说他要保护你 因为那一部分 你中国 真据当年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承计了中华民国 那一部分 是不包了台湾的帕户 所以他的利益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 他根本上就是 在日本直接给了奖家 给了盟军 然后台北和约 就是签了他 所以他如果是金门马祖 那一部分 是很大可能 而那些军人是知道的 是不会 美国是不会搜这两个地方 都知道是不能搜的 所以那一刻的守军 是会立刻崩溃的 现在问题是澎湖灯力 澎湖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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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几个概念 第一件事 就算中国也知道 就是中国要成功武力 澎湖灯力 大前提就是要美国不介入 因为美国一介入 就算说韩战、越战 就是看大家哪个等得多兵 但要美国不介入 大前提就是要美国不得闲 搞台湾 但是你在可见的将来 你都会见到美国很得闲 是要美国和日本都不介入 日本也要听美国指揮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美国什么时候不得闲 起码都要应付两场很严重的地区冲突 譬如他又打伊拉克 又打阿富汗 当时就算是 我解释一下你一句 美国的军队 是要同时间能够打两场 他的方式 所以他打第三场就不行了 是的 同时打两场就不得闲 但现在他就算在赘利亚和阿富汗 其实军队很少 他都没有三个对手 他现在是打算走 他现在搞到那些人全部不停撤关去哪 他就是去了亚洲 你说美国现在在亚洲 不是说有没有空 他是很有空 甚至乎特朗普未必想打 可能他下面那些人 常常都说南海 我们就是要拿正来做 所以你问我在可见的将来 第一 美国就不可能不介入 第二 当然有很多人挑战 最重要是突击台湾 有很多人说 美国要动员他的部队 都要半年时间 如果半年内攻陷台湾 造成既定事实 美国就不可以介入 突击台湾是没有可能的 首先 突击台湾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突击台湾要是你动员 而美国不动员 美国也不知道你动员 那样事情没有可能发生 今时今日没有可能不知道你动员 不是几十年前 不是当年的韩战时代 就是彭德怀可以在夜晚黑行军 大家行军 你动员他便会动员 你动员完 那一刻他也会动员完 所以那一刻你没有办法 即是没有办法特集 还有美国在台湾第一道链 当我研究韩战历史的时候 我甚至认为美国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台湾 即是说美国从来没有想过不保护蔣介石 即是我读过一段历史的时候 我认为美国是授意蒋介石去台湾 即是他不要以为蒋介石无端都要去台湾 美国就是特意授意蒋介石去台湾 因为蒋介石去台湾 为什么蒋介石去台湾 因为他知道台湾的法律地位不同 所以他是特意授意你去 整件事大家知道台湾的法律地位不同 所以他一到台湾的时候 如果中共一打他的时候 就有那个合理性了 他不想在中国大陆打你们的内战 他想在台湾打 但问题就是这件事过去了 我不认为美国会棄手第一刀链 除非他付出代戒 他没有办法接受 即是中国说 如果你打台湾 我就原始带关你 如果美国评估到是局部战争的话 台湾一定会受 反过来说 很多人说美国的军队要很久才找到台湾 这是美国本土的军队 事实上在沖城也好 在韩国也好 其实美国一直都有很多驻军 你说这些驻军要运到台湾 或者都不需要运到台湾 其实现在现代战争的大前提是什么 就是他可以做很多拆枪走火的可能性 而令你投鼠忌气 现在南海就是这样 我常常找一些战艦走来走去 你就已经没办法可以登陆 万一你去攻击台湾 或者彭湖列島的时候 你打中了一架美国战艦 那就是偷习珍珠港的翻版 就给了一个借口 美国参战 所以这件事 在可见的将来 都是没可能发生的 中国应该不敢冒充台湾 你叫我说 到最后你是不敢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方式 才能令到美国 不可以防守台湾 只要他评估到一定是一场保战争 他就必定去防守 因为台湾是不可以失去的 在中国应该 台湾一失去就崩溃 整个美国的高阵 因态战略 第二 我们撇除了美国的因素 很多人都说 你台湾一被人打就投降 建制式的投降 就像以前国共内战晚期 但分别在哪裏呢 就算和韩战和越战的分别 就是台湾是一个岛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经常都说 为什么那些军队 会建制式投降 就是因为你已经被人包围 你已经发觉 没有办法再抵抗下去 但你一个岛 你没有办法走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 如果我投降 向谁投降 除非你解放军 已经正式登陆台湾 我可以向台湾本土的解放军投降 否则整个岛都不断被人炸 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人投降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好 还有当然就是排湾烈岛 其实这个都是和我们之前所说的 解放军要三个月至半年时间 才可以动员到足够的兵力登陆台湾 你又要三个月时间 才能攻陷排湾烈岛 你搞得来都一年了 你想想中国能否承受到 这个时间的经济制裁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一去攻击一个地方 你必然是受到世界的谴责和制裁 你经济能否承受得起呢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这样说 这个我不太同意 这个就是他如果能打的 他真的不怕经济制裁 应该如果打经济制裁 在战争来说 经济制裁不是一个问题 即是他已经有心理准备被经济制裁 还有当你去到战争那一刻的时候 已经和经济制裁已经是很其次的事情 即是说 譬如你打中日战争 那中日战争已经不是说经济制裁的问题 已经是因为你打的 你受到的伤害 是远远比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相对比较好 我们预测为什么中国会进攻台湾 其中一个一定要打的 甚至不惜经济制裁都要打的 就是因为内部不稳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会一定打的 台湾宣布独立 台湾宣布独立 有一个面子问题 你没有办法不打 但问题就是 你如果打的话 你是想着一个长时间的时间去打的话 你就会为你国内的经济 不过这个也不是一个 我不觉得 凡是战争不会看经济 因为你战争的时候 你换了第二套经济系统 即是不怕制裁 就是你的政权被推翻的机会 不是 也这么说 凡是战争的时候 政权反而推翻的机会 不是很大 是和平的时候被推翻的机会 会更大 最后我想说 这个当然我和周显的意见不同 最后一件事 就是台湾可以容许登陆的地方 实在是太少 所谓容许登陆的地方 就是 你一定要可以给到解放军 大规模的军队上海滩 之后可以建立到桥头堡 放很多的军需 令你可以有足够的力量 去推进去台湾本土 令到他们的军队投降 但问题就是 全台湾有很多人分析 大概只有四五个地方 真的可以大规模登陆 就是基隆 跟着新竹 跟着就是台南 即是整体成功如何登陆 是的 问题就是 如果可以登陆的地方是这么少 你台湾可以集中防守的兵力就很多 当然我是认同 如果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 那就兵白如山倒 大家都知道 站得穩 圆圆不絕 就收档 但是如果在摊头上 解放军只有很少量的兵力可以登陆 你要等后继的兵力慢慢来 而台湾可以集中很多的兵力 解放军当你以一敌十 但是 我有你几十倍的兵力在沙滩上面 我就算士气点低 通常我经常都说 士气高低的问题 就是你赢不赢得到这一场战争的问题 如果只有几十分一的兵力在摊头 我就算士气点低 我一只手指捉得死你 我都肯定捉死你 这个就是我觉得 这个和你非常不同 也不不同 不然你咬 因为他讲登陆战 这些太有技术上有问题 我又不到Colny去咬那个问题 但是我始终认为 是一个战争来说 我都见到很多登陆战 登陆战从来都很困难 我都见到很多成功登陆战 都是以小性多的 亦都是那个战事之一 我只不过我认为 台湾上有太弱 但是问题就是 解放军是不够强 如果他有一个强位 其实很容易 所以这个议论 最后都是没有结果 看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再讲关于这个问题 好 下次再讲